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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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啊 社会那么黑暗 我不能赞美它的黑暗吧 对吧 所以更多的在从这个之前的西式开始慢慢向抒情来转化 并且更多的在它的形式上进行一些讲究 对吧 包括队友 声率 以及这个词导 词汇的运用上 对吧 大致可问 什么样 戏事 勇物和抒情三类 其中抒情是比较多的 代表作品 曹植的落神父 曹植和落水的女神相遇 但是最后因为人神有别 对不对 被迫离开的这样一个父的这个作品 其实它并不是只讲了这样一个神话故事 更多的是把这种对比 这种女神和我的这样一个形象 比作什么 君臣和我的形象 也希望能够自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报复和表现的机会 对不对 好 左思的三都复 三国时期的魏蜀三国的京城 京都 还了解的是这样一个三都的过程 包括这个建业 业城 对不对 还有蜀魏 魏是业城 对不对 三都复其实有点模仿 之前我们张恒的两都复 对不对 还有什么两金复 这些形式的复来进行对公式的一种复的表达方式 好 魏帝南北朝的散文 刚才说到了复是新出现的 并不是新出现 有新变化的 散文有什么变化呢 在特点上 续世 廉情 书信 以及继续山川形式成为了两大最主要的主题 并且书信体 这种书信的方式来陈情 延制的更多了 所以语言追求跟前面的复一样了 什么呀 队友啊 排比啊 并且词语必须要相当的华丽才可以 比如说特别有名的诸葛亮的初诗表 这种表的形式就是像金主成见的一种 陈情的一种方式 表与陈情我们要知道 还有李律的陈情表 还有王熙世的蓝情其续 那么这种续的方式 更多的就是来继续山川形式 进行一些警务 或者这种盛世的一种描写 表这种形式更多的是 我语言 用语言来表达对君主的这种一种 这个陈情的一种方式 OK 初诗表大家应该到时候 这个初诗表重要到 甚至在高考的时候 仍然让你要背诵 成本不一公根于南洋 就开始要背了 知道吗 要非常长 但是大家如果背到了 你就会感受到这个 诸葛亮 灵表替灵的这种 满腔的这种感恩 或者说我希望能够做好的这样一种心情 李律的陈情表也是更加的感人 希望能够放自己回家 以表孝心来试分自己的祖母 对不对 好 继续看一下水晶术 再进一步的 从文学开始扩展到一种 综合的这种表达方式上 历导人 对不对 自擅长 那么中国国古代的地理学家和散文家 为水晶 它水晶术物的一个形式 就像我们之前的什么样 我们说左传 是对春秋的作传的一种形式一样 它是对水晶进行一个标注 它引用了多达480种文献 其中属于地理类的就有109种 那么经过多年的辛苦 编成了这个水晶术 水晶术至今为止 含为更多的这个地理学家 历史地理学家 作严用 觉得其中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问题 对吧 当然呢 水晶术为什么要在这里进一步的说明 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地理专注 更多的 它其中的文字呀 特别的美 它是用散文的方式来表现 祖国的山川河流 这个文学样式也是有很高成就的 它选出30多万字 详细介绍了中国境内1000多家河流 以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 风俗传说历史等 是中国古代的比较完整的一部 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的地理著作 诶可以称是第一个 对不对 好 那么其中水晶术的文笔呀 雄见俊美 诶即使古代的地理名著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可以被历代的人来进行赞美的 对不对 在中国的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深远的理想 比如说我们会学到它的什么呀 三峡 诶 这个到时候大家都会背诵的 也会像小达老师那样脱口而出的 春冬之时则肃穿绿潭回青倒影 绝多生怪百 玄泉瀑布飞树其间 轻荣近茂两多趣味 八东三峡 乌峡长 圆鸣三生 内沾长 这是它的结尾剧 其实整个文字特别的美 其实它就是想继续一下三峡这个地方 这个地理特色 但是你看它的文字 素湍绿潭回青倒影 对不对 特别的美 而且文学的造诣非常高 好 所以说在这个三峡是会考莫写的 并且一到初中 一到高中 仍然会考到这种名片 下面就要讲到了这个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 包括两种 一个是智怪小说 一个是智人小说 智怪小说呢 主要是什么呀 技术这种神仙方术 这个妖魔鬼怪呀 这种书方艺术 佛法灵异 以及一些明天的故事和传说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什么呀 搜神记 大家要记住啊 智人小说主要是记载当时的这个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人物的一些趣闻异事 特别是一些名人之事的这些风流运事啊 异事等等 他们的这种言谈句子 从他们言谈句子中所表现出的一种 当时这个时期 人们生活的特点 人们性格的特点 最集中的表现就在于 誓说心语 我们在这个青年级上的语文课本中 就会考到陈泰秋 余有期 还有永 永雪 永雪是表扬了这个残女谢道运的 这个什么呀 魏若柳絮英风起的这样一个 好我们来看一下 誓说经语有名 誓语为言谈义事的笔记 其短篇小说 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笔记小说的一个代表作 这是新出来的一种形式 内容主要记载的是 背景名士的语文趣事和玄虚清谈 在这个时候 他们比较崇尚玄学 崇尚老张的老庄老子庄子的这种 处持的态度 觉得应该无为应该清淡的 这个非常简单的过自己想要的自由的生活 而不被那些名叫利俗所束缚 对不对 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特色 其中会记载很多包括王羲之 这样的这种 内境名士的这种特色 并且每一篇都非常短 所以当时小老师一直说 我要不要出一个文言文专题 和来讲一讲 誓说经语 但是我们要 如果想读懂誓说经语 一定要对 内境这个时期 内境南北朝这个时期 他们当时所流行的这种 不管是宗教素材也好 整个世风也好 都需要有一定的了解 从而能够体会 那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在这里 内境南北朝时期的这个文学常识 梳理就差不多了 当然我们没有讲到的 其实很多很多 很多大家我们都没有讲到 但是由于我们 毕竟是这个年纪 对吧 这个阶段 我们不需要掌握太多 为自己增加太多的负担 所以我把一些重点的挑出来 进行了一些 简单的梳理和归纳 并且把重点的片幕 做了一个简单的讲解 那么如果大家 还对这个其中 有什么问题的话 第一个可以去做一下 课后作业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需要 集中掌握的 另外可以多查查资料 查一下这些 有名的诗人的 著名的片幕 来细细的品读一下 来体会 他的这个风流 他的这种 人人之世的这样一个 意志或者雄心 对不对 那么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你有所收获 跟着小达走 语文不用愁 下次我们达人语文 我们一起相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